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明梅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我们来吃这个台式早餐 超级开心 因为就是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吃就是台式早餐 因为就是最近疫情的时候嘛 就是我比较常在家里吃这样子 然后呢 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吃外面的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吃这个台式早餐 天呐 我现在就是很想吃东西 然后 那我今天点的呢 就是红茶 红茶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还有点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还有点了 萝卜糕 对 萝卜糕 然后呢 起司蛋饼跟一片酥饼 对 好 我们现在来开吃吧 我现在真的超级想吃东西 好 对 那我其实在我的频道上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有拍过一只 就是就是也是吃台湾的那种早餐 然后就是介绍台湾的早餐给蒙古人的那种影片 然后呢 我在拍那只影片的时候就是很好笑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去那个店里买早餐嘛 然后就是从那个店里借那个什么盘子啊什么碗啊之类的 对 那时候还蛮好笑的 好 我们现在来吃吃看 等一下再就是边吃边聊这样子 天呐 很好吃 酥饼 我其实一般从早餐店买吃的时候 我其实不太会点酥饼啦 我只是今天就是刚好想要吃 然后就是点一下这样子 还不错吃啊 然后呢 下面的就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起司蛋饼咯 就是超级好吃 好 那今天的早餐就差不多吃完了 那我们等一下呢来吃今天的午餐 对 那我刚刚呢就是戴上我的眼镜这样子 因为我的眼睛不太舒服 所以我就戴了我的眼镜 对 那对 那我们今天的午餐要吃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吃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东西 就是呢 登登 螺蛇粉 对 这个是好欢乐的螺蛇粉 对 那大家还记得这个螺蛇粉吗 就是我那时候去我学生的家里的时候呢 他的爸妈送给我的这个螺蛇粉这样子 我以前也有吃过就是第一次切的螺蛇粉 然后就是跟我的朋友一起 然后就是我们或想问对方就是 关于马来西亚跟蒙古的这个饮食文化的差别 对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吃好欢乐的螺蛇粉 我其实还蛮期待吃它 因为就是大家看这个图片 就看起来还蛮好吃的 对 看起来蛮好吃的 我们等一下呢来煮一煮 然后就是开始吃 对 那我以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嘛 就是在网络上也是研究那个 诶 螺蛇粉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我有看到那个螺蛇的那个照片 就是有点像海鲜类的那种就是东西嘛 然后呢我看到那个照片 然后就觉得 诶 这感觉不会是我会喜欢吃的东西这样子 然后呢那时候就是那样觉得嘛 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吃过 对 然后呢我第一次吃那个 第一次切的螺蛇粉之后呢 真的就是爱上它了 因为我觉得螺蛇粉真的有点像就是 升级版的那种泡面 对 就是里面有很多配料啊什么的 所以呢我就觉得 螺蛇粉其实蛮好吃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吃这个螺蛇粉 好 我们就开始吃吧 好 大家我的螺蛇粉呢 煮好了给大家看 我今天呢要吃的是就是比较那种 有点像干面那种 就是我不想要那么多糖 所以就是我没有加就是太多的糖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煮好了 所以呢我们来吃吃看 我现在呢在转这个碗里面 好 大家稍等我一下后 好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都煮好的螺蛇粉 看起来蛮好吃的 就是很像那种干面啊 或是麻将面那种感觉 我们等一下呢来吃吃看 好 期待哟 这个米粉真的很像面耶 嗯 腐猪 花生 再来腐猪 黑木耳 如果在蒙古可以卖这个的话 嗯 我猜应该还蛮多人会想吃吧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蛮算那种重口味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的味道还蛮重的 对 然后呢我刚刚 忘记跟大家说 我刚刚去换我的衣服 因为就是想说把我的衣服弄脏 所以呢就想说就是换那个 换这种黑色的衣服就是比较安心的吃这样子 对 这样蒙古其实就是这种 什么面啊 饭里面有花生什么的 就会觉得很不正常这样子 然后呢现在就是有点那种辣辣的感觉 但是呢我其实把这个 这个好像是 对 辣油包 然后呢我这个辣油包跟那个 酸醋包 这个酸醋包我都没有加 可是呢还是觉得有点 有点那种辣辣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蛮好吃的 完蛋了没有卫生子 我先拿个卫生子 那我现在呢来准备吃我的晚餐 就是我今天去外面买个便当这样子 对 然后呢我从便当店其实喜欢买这种 就是菜饭 我比较喜欢吃菜饭 对 刚刚买的菜呢就是 卤蛋 然后这个是那个猪血糕 然后玉米蛋跟豆腐 真的很喜欢 我其实很喜欢猪血糕耶大家喜欢吗 是不是很多外国人都不喜欢什么的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猪血糕 对 好呢我们就 来开始吃吧 超饿的现在 来吃一个豆腐 嗯 好吃 对 然后这家的老板娘就是她每次都 给我加那个 就是卤汁 对 然后这个是猪血糕 我真的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猪血糕 对 然后猪血糕 还有另外一个是鸭血嘛 鸭血的话我 不是很喜欢 这是可是猪血糕 我还蛮喜欢的 我还蛮喜欢的 好吃耶 我又喜欢 我现在的柔子 就是这个柔子 就像那个柔子 我觉得是像这个柔子 也有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